这次黑5PS会员很不给力 这个视频咱们看一下 港幅数字版游戏有哪些值得购买 我个人比较推荐的 对比二手的光盘哪种更合适 下面正式开始 排名部分先后 首先荒野大标客2 这是个PS4版 在PS5上是4K30帧 很稳定的30帧 154港币 这款游戏还是推荐买光盘版 两张盘 120块钱很便宜 战神5 去年11月9号出的也一年了 现在价格是323港币 算是屎低吧 喜欢的同学可以入 另外这款游戏的光盘版也是300出头 我建议买盘 这是美墨一代重制版的PS5版 二党会员里面那是他的PS4版 现在是323港币 光盘也是300出头 建议买盘 因为可以卖掉 巫师3狂烈完整版 这是去年12月份新更新的一个版本 有中文语音 现在价格是116港币 这款游戏同版本的光盘版是150左右 这是2077出了有快两年了 和巫师3是同一个开发商做的 游戏很不错就看你喜不喜欢玩了 现在价格是238港币 但是推荐买盘 目前赛博朋克2077的盘都是PS4版的 价格在14050块钱 虽然是PS4版 但是它在PS5上可以免费升级到PS5版 这个还是挺值的 推荐买盘 回头我考虑来一张 这是生化危机4的重制版 也算是个新游戏 今年3月份出的 现在是289港币 目前是买不到光盘版 要想玩它只能买数字版 这是生化危机2重制版和生化危机3的重制版 合在一起才117港币 卡普空还是挺给力的 喜欢生化危机的同学 这个价格很值得入手 这款游戏也是没有光盘可买的 纯粹是个人推荐啊 有很多好游戏 但是我可能没玩就跳过了 这是极品飞车21热度的普通版 32港币 这个很便宜 如果你有40积分就可以换40港币 可以免费兑换这款游戏 热度的豪华版也在打折是54.9港币 喜欢这款游戏的同学可以入 我感觉21比22更好玩一些 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因为它是PS4版 在PS5上只能4K30是那种很流畅的30 极品飞车22出了也一年了 现在109港币 这个挺合适的 我之前是花400多还是500买的 没通关 有4K60画面很不错 但是玩的玩不上劲 这是极品飞车20 就是热度的上一代 现在才卖21块钱 它这里面有一段剧情是偷车的 有点像速度与激情的第一步 这是使命召唤17 目前16 17 18都在打折 今天夏天它已经入过库了 我已经领取了 它的单机我玩了一下还挺不错 但是还没有通关 这是使命召唤16 154港币 2019年10月份出的 据说这款游戏很不错 它的光盘版是300左右 这是使命召唤18 是2021年的游戏 其实我挺想买这款游戏 像使命召唤16 17 18价格好像都是在300块钱光盘版 目前数字版打折还是挺值得入手的 如果你比较喜欢这种游戏的话 我准备买18和16 知识狼PS4版 目前还是平时低199港币 喜欢魂系列的同学可以买 如果你没玩过魂系列游戏或者手弹打 不建议碰 这是非法24 FC24 274港币 目前这款游戏的光盘版是300多人民币 NBA2K24也是一样也是274港币 喜欢这个系列的同学可以入 J86今年6月份出的302港币 这也是卡普空的 这次卡普空打折的游戏比较多 GT赛车7 索尼第一方的赛车游戏跑圈赛的 现在是323港币 光盘目前是250块钱 如果你特别喜欢玩这种赛车游戏可以考虑 但是它和极品飞车什么的是不一样的 它是那种比赛的 理真度比较高的 我不是很喜欢 这个是蜘蛛侠重制版 它是PS5版 有4K60的模式 我之前买过它的PS4版 这个要便宜点 但是它在PS5上只能是4K30 漫威蜘蛛侠的粉可以直接买这个PS5版 这是尼尔机械剂元 并不是前几个月进二档库的 目前这个价格也是史低 123.2港币 PS4版 2B小姐姐 属于动作RPG 我有一种预感感觉它有可能会入库 这是泰坦陨落2 我买过PC版 31块钱 这是第一人称设计游戏 应该有中文语音 但是我玩这款游戏会头晕 超过半小时100%晕 下面是重头戏了 这是街机模拟器 现在是打4折125港币 如果你还觉得贵 其实我还觉得贵 我可以买里面的游戏 这个1944才8块钱 还有这个Final Fight 快打旋风 这个之前是不是送过呀 你们不要看画面将来会是这样的 它里面有滤镜 我们可以调比较好的滤镜 我还想买这两个街霸 还有这个街霸 都是8块钱 这个街机模拟器游戏是免费的 但是里边的这些游戏是付费的 正常是16港币一个 现在是8块钱一个 还有这个吞噬天地 这是边框 这个街机模拟器一共有两个 这是其中一个 还有一个呢 这个 154港币 像圆桌五市就在这里面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陪你一块玩 现在估计只能一个人玩了 这个二代里面 没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游戏 黑五的游戏和会员促销 是从11月17号到27号有10天时间 各位不着急 我这个视频推荐的游戏 基本上都是没有入库的游戏 所以说不打算买二挡裤的同学 可以参考我今天这个视频 我这个推荐是很有个人色彩的 个人偏好的 仅供参考